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办公室遭人闯入 韩质疑是否遭装监听器等设备 但却被台当局行政院副院长陈奇迈要求 不要用政治攻防模糊焦点 要韩多念一点佛经 对此 前国民党立委孙大迁提出七大质疑 请大家一起寻找真相 孙大迁表示 请问高雄市的露营政治人物到底在害怕什么 真相只有一个 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 前高雄市长陈菊的前摄影官既然在2010年就规见 怎么可能在2019年韩国瑜上任后 才突然开始侵入市长办公室偷窃物品 第二 为什么一位前任摄影官会持有市长办公室的钥匙 是规见时没有交接 还是最近才有人交给他 第三 市长办公室又不是家乐福 有必要每隔几天就进去偷一次东西 第四 如果只是为了偷一些小红包 花灯 帽子和铅笔 应该去偷仓库吧 怎么会偷市长办公室 第五 有规律性的潜入市长办公室 是否有可能更换监听或监视设备的电池和记忆卡 第六 如果今天是民进党籍的市长办公室被定期侵入 露营政治人物会如此云淡风轻 第七 高雄市民进党政治人物应要解释为单纯的偷窃事件 如此的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究竟是想掩饰什么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